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处名寨四楼不停冒出熊熊火 十二龙烟直传天际 吉祥二人获包到床后赶紧布水线进行关救 25号凌晨三点多台北万华区西园路二段 五十二项这栋四层楼名寨突然起火燃烧 吉祥二人赶赴现场展开搜救 最后在四楼顶楼加盖 发现一名89岁行动不便的旅姓老翁 以及68岁市长的王姓老妇人 特别城市在房间内 初步研判是有逃生迹象 但是由于火势太大因而葬生火箍 睡梦中发现火警的四楼住户 当时第一时间想到阿公还在楼上冲上楼想灭火 但是尝试用灭火器都灭不掉 才赶紧下楼将全部住户叫醒 大量的熔岩跟火蛇的一个串出 人人立即布线上去做一个抢救 那现场发现两名的依赖者 分明是在三自一号跟三号的一个顶家的部分 整间火灾一共派遣了23辆消防车 5辆救护车供给器 4名消防人员前往铺救 至于湘西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人员后续调查理性